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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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大家好 我是新一陳益齊 五月下旬的時候 美國川普政府傳出要對 中國專門生產監視器等相關監控設備 海康威視等五家中國公司 要來進行下一波的制裁名單裡面 這是美國政府 在中國華為下達禁令之後 進一步針對中國的這個公司 進行這個制裁的黑名單 海康威視這間公司是專門來 藉著街頭的監控數位的攝影機 他替中國政府在新疆和中國 在國內各地的街頭安裝了 無以技術的街頭攝影機 幫忙中國政府打造一個 數位監控體制 所以這一次美國政府 有準備用人權的理由 從海康威視給他列入制裁的黑名單當中 蘇西兄 海康威視除了幫助中國 進行人權破壞之外 2017年2月時 北韓金小胖的哥哥 金正南以馬來西亞的機場 被暗殺的時候 據說中國的第一時間 比美國更早掌握 這一個相關的訊息 因為那時候拍攝到 金正南被暗殺的監視器 就是海康威視的 所以第一時間海康威視 就將消息馬上送給習近平政府 後來美國被這一個事件給嚇到了 所以在第一時間 要求美國的行政單位跟軍方單位 不能再使用海康威視的相關產品 而且中國政府擁有海康威視 差不多42%的股票 所以海康威視可以說是一間 中共在背後 徹底控制操控的公司 早在2017年的時候 台灣的財經雜誌金週刊 有一支報道 他說一家海康威視 打趴台灣整個產業 換句話說 台灣社會來不 已經有很多海康威視的產品 台灣社會內部到底有多少 是中國海康威視的監控設備 這些監控設備會不會成為 中國監控台灣人民的工具呢 台灣的建護等公家機構 有沒有也使用了海康威視的監控設備呢 如果有的話 這些設備會不會成為 洩漏台灣政府跟公家機密的管道呢 會不會造成台灣國家安全的疑慮呢 中國利用最先進的通訊科技 進行竊取相關的機密 不管是技術機密 商業機密 以及軍事機密 已經成為美國政府高度關注的目標 台灣的建護 難道不需要提防這些可疑的 中國通訊科技和設備嗎 醒醒吧 台灣人 我是新一 陳一綺